台北荣民总医院行刑 黄信放射是2004年至2005年采购医疗仪器 共收受厂商60万元贿赂 被检方起诉 适临地方法院原认为刑 黄博具公务员身份判免诉 高院发回更审 地院更一省一贪污罪 判刑两年徒刑 耻夺公权两年 黄被判一年十月徒刑 耻夺公权两年 欢刑五年 新时任荣总儿童金藏科放设施 负责科内医疗仪器采购业务 2004、2005年运方公开招标新店图 监视器等仪器 既由博尔美公司得标 也顺利验收 厂商事后从工程款中 分别拿10万20万元现金 在捷运站交给刑 另外 黄时任金藏内科放设施 同样负责办理采购业务 2005年采购新项店机器新店图系统等 由博尔美公司得标完成验售后 他在外双西收售厂商提供的30万元回扣 两人被检方 一不违背职务收售 博尔美公司得贿赂罪嫌起诉 市邻地方法院认为 两人非荣总专职采购人员 竟是标案申购人 不具有公务员身份 判免诉 但高院见且不同 发回更审 地院更一审指出 情 皇虽然并非专职采购人员 采购也非两人法定职务 但因医疗仪器有专业性 两人皆参与建议底价 验收 审核规格 由独立决定权限 因想采购进行结果 因此任令是授权公务员 行 黄珍查时坦诚犯刑 但在法院审理时 心血改变公词 否认犯刑 两人公称 办理采购的人 事后会拿到厂商给的钱 是前规则 大家都知道 且厂商有说 不仅感谢新疆科 其他科师也同样有赞助 他才会收下来 判决指出 租建医疗院缩采购药品 器材人员 收受厂商提供的现金 是沉恶已久的陋习 两人却寻求利加以收受 考量刑犯后态度不佳 依贪污罪判两年徒刑 耻夺公权两年 黄泽坦诚犯刑 犯后态度良好 判一年十月徒刑 耻夺公权两年 欢刑五年 可上诉 台北荣民总医院 脱报细资料照 分享